10月27号晚,随着烛火举塔圣火缓缓熄灭,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落下帷幕。 自10月18号以来,109个国家的9000余名现役军人,在27个大巷、329个小巷的比拼中,同创军人荣耀,共筑世界和平。 当晚八时许,主题为《友谊的纽带》的闭幕式表演开始。 本届军运会吉祥物冰冰,踏着历史长河的连衣,向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起源回溯。 在闭幕式表演中,七届军运会的吉祥物起居一堂,身着各国服饰的人们演绎不同地域风情的舞蹈。 表演下篇则展现了武汉人的友谊之道,在友谊地久天长的歌声中,文艺表演结束。 最后的圣火熄灭仪式,在现场视频直播中,一名中国军人手持和平尊走向火炬塔,将圣火存入其中。 而圣火则在火炬塔上缓缓熄灭,本届军运会至此完美落幕。 本次军运会,在历史十天的比赛中,中国队以133枚金牌,239枚奖牌,位列金牌榜,奖牌榜第一。 每一个赛场我自己去看了,在游泳馆,在那个田径场,我都看了它的比赛。 每一个中国军人都发扬了他们永不言败的精神,所以我也非常的为武汉骄傲,为中国点赞。 武汉的美貌呢,武汉的环境很好,环境,还有交通持续很好。 作为和平时期,各国军队展示实力形象,增进友好交流的重要平台。 世界军人运动会,由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办。 是全球军人最高规格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,被誉为军人奥运会。